如何指定值给正列 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今天我如果说要直接指定给 这个五个人的成绩 直接指定给这个正列 那我这个地方的话 我如果直接指派这个值给这个正列的话 特别注意我可以用大刮符 然后呢分别给 这个地方给五个成绩 直接指向这个正列 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 直接就会给他这个里面的值 就会赋予前面的这个地方值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要把全部的成绩都秀出来的话 一样的方式 分别用4回圈 然后从0开始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正列 不得大于5 那再把成绩全部秀出来 那秀出来的结果类似像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底下秀出来 就是第一个成绩是多少 就是这个成绩 第二个成绩呢 那分别一只类堆 那总共有几个人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秀出来 那这个地方呢 当然我们可以几个人的部分 可以用那个我们Next 去做输出 那其他相关的 我想这些变化 你们在自己 再把这个地方做一些变化 那主要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要负与值的话 给正列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边用这个负与值的方式 把成绩秀出来 成绩的方式 做输入 基本先是 我最喜欢固定的方式 我们还多吃 担心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 内容 现在 不许 我们